Tik-Tik-Tik 9.3 看到豹哥也有寫了輝春 是 這首新歌《娛樂人生》寫了這一句 是,寫了輝春 亦都很希望公祝各位聽眾 以及例如例如 2018年可以擁有一個娛樂人生 這也是很大的課題 究竟在營營的生活中 怎樣可以令自己不會很煙悶 甚至不會覺得不埋怨 這首歌也有一個能量 這首歌曲的創作 其實是在什麼時候呢? 會不會在《出酒》和《快樂媽》之後 才有這首歌的誕生呢? 其實是 這首歌算是比較後的創作 甚至乎 決定要出這首歌的時候 歌曲也沒有完全寫好 名字也沒有想好叫什麼名字 但是很想延續《出酒》和《快樂媽》 很想再多一首快歌 但也在表達著 我想表達的 就是關於快樂和自由的這個議題 很想再… 重要的事情要說三次 所以這個議題 我們也分了三首歌 再重新強調一次 這首歌出了很多意見 你也有想不到 是在去年三首歌中 最多人在談論這首歌 是啊 我們原本是想著 會不會是李化樂媽呢? 大家比較喜歡一些… 現在的心 歌詞 真的很意外 《娛樂人生》 包括903的DJ們 很多朋友也有反應說 《雙台》經常播放 經常聽到的 是啊 我們真的非常感激 也真的很慶幸這首歌 為我們2018年的音樂路上 打了一個不錯的頭炮 很多反應 你也說收到很多意見 會不會覺得 原來大家是喜歡這款的 接下來的創作 可能會有多一點 這類型的映現感呢? 我自己會覺得 看到《娛樂人生》反應比較好 會令我以及我們的團隊 會更加放膽去做一些輕快的音樂 因為其實我自己很喜歡寫快歌 甚至乎我喜歡聽快歌 我有時也會跟MJ跟Tom說 老實說 我聽Mr.不是聽森林的 我真的喜歡黑色狂迷 我都是喜歡聽快歌 節奏強一點的 是啊 所以《娛樂人生》令我們更加 下一首歌 放膽去玩 所以其實我們都很期待 下一首新歌的推出 因為真的有很多新的嘗試 左右新的 是啊 我覺得挺新鮮 都可以輕輕買個關子 就是下一首 接下來應該是三月底四月頭會派的 這首新歌 我們找了一個 我們都很欣賞 甚至乎我自己是 覺得神級的監製 幫我製作這首歌 還有神級監製 因為我實在太喜歡 所以他為很多我都很欣賞的歌手 很喜歡的歌曲 製作的作品 除此之外 還要找了一個 自己也是非常欣賞的一位歌手 所以他為我合唱這首歌 合唱 算是 就是剛剛初心錄那首 對 所以我自己非常期待 下一首歌的編曲 也有很多東西聽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的歌曲 PAO TORONTO 相遇落